繼續國內的消息 前NBA球星姚明 或要擔任國際特殊奧運會的形象大使 這次也來台參加NBA五國界活動 跟特奧會的小朋友一起打球同樂 那另外呢 他也看好馬次能夠奪下今年的NBA總冠軍 熱情的跟小朋友Give me five 特殊奧運會國際形象大使姚明 來台參與NBA五國界活動 跟特奧會的小朋友一起打籃球 中國移動長城聊起籃球 畫夾字馬上打開 他看好馬次可以在六轉以內 擊敗熱火拿下年度總冠軍 我本來以為可能 大概六場比賽左右 在六場比賽左右 Sports會拿下 好像現在看起來有點太輕鬆 姚明退休以後 積極投身公益活動 他的貼身指導 讓小朋友玩得不宜樂乎 而當大家最近都在爆肝封世界盃 身在足球十分盛行的大陸 姚明確實對足球感到興趣缺缺 我不是一個足球的球迷 說是有三十億人在看世界盃 那看來我現在四十億人裡面的 沒有關心足球不要緊 跟小朋友玩得愉快才是最重要的 雖然姚明這次來台灣只有短短的一天 但帶給小朋友的卻是一輩子的美好回憶 UdinTV甘邦結尾處於台北報導 明天應該靠不了 好了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